游泳池里出现一只淡水鳄 他张开卡兹兰大眼睛 盯着眼前的男人 缓慢迅速地向他靠近 一米长的樱桃小嘴 把男人吓得瞬间哑巴呆住 并再一次朝着他逼近 强哥的身体不停颤抖 鳄鱼和他的距离只有0.01米 强哥急忙从身上拿下背包 接着 他立刻钻回直升机里 刚想起飞 下一秒 鳄鱼紧紧地咬住机身 眼看飞机就要被对方拖到水里 女人立刻掏出手枪 对着他的脑袋射击 接着直升机在不停摇晃中离开 而鳄鱼并没有死 强哥知道子弹根本对他造成不了伤害 于是叫来佛波勒 并在地上挖了十米的大洞 要将鳄鱼给活捉了 可没想到的是 探长在离开的时候 却误入刚布置的陷阱里 他现在的心情像极了你表情包装 第三个表情 强哥把对方从树上放下来 而刚起身的探长 拿起小木棍对着强哥一路猛追 却被一旁的小帅拦下来 可就在这时 一只棕熊直接冲了出来 险些把强哥撞到水里 而熊大开始不断咆哮 接着窜出一只比鳄鱼还大的鳄鱼 丝毫没有给熊哥反应的机会 就把它转回到水里 在场的人一下 全部都蒙了圈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鳄鱼攻击熊事件 于是回去通过大数据得知 这是一只典型的淡水鳄 并开始分析鳄鱼的习性 于是两人做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们要亲自去验证 鳄鱼到底会不会吃人 强哥带上潜水装备 直接潜入到水里 可水底却没有任何东西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紧接着开始不断晃动 女人直接掉了下去 而船却在快速缓慢移动 佛波勒拿出小刀 急忙把绳子割掉 并使劲轻轻地往上拉 居然只是个铁疙瘩 可远处开始不断冒泡 二翠拼命向他们求救 好像有东西盯上他 伙伴立刻把船开来 他急忙伸出手 开始使劲地往上爬 而另一个伙伴也顺利上来 并且将他拖到船上 可是现在还差一个人 这时二翠瞅见远处有小水炮 于是立刻驾着船找来 而强哥却一脸慌张 就在佛波勒要把鱼尔拉上来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他的身体一下被吃掉 而探长要弄清楚情况 于是再次派专业人士到水底查看 可对方才下去没一会 接着就开始反向冲浪 懵逼的探长有点懵逼 瞅着水面只剩氧气瓶 突然对方又从水里窜出 看着只剩下一半的身体 他开始相信水里真的有怪物 于是找到有多年经验的生物学家 并带到研究所开始调查 而小美从身体上取下一颗牙齿 初步断定就是鳄鱼所为 于是他们再次出发 而水面好像又有什么玩意 居然是一个鹿的脑袋 几人也是一脸蒙圈 他们来到附近的居民家询问 而对方却表示 根本没见过有什么怪物 当他们还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看见诡异的一幕 80岁的小姐姐 牵着大黄牛来到河边 下一秒 几人吓得瞬间哑巴呆住 并再次找到对方 而老太太开始说出缘由 这只鳄鱼是他养了十年的宠物 他们一下恍然大悟 可现在必须要将鳄鱼绳之以法 但是前提是要将它引出来 于是用上了小姐姐的方法 用老黄牛来钓上鳄鱼 80岁的老黄牛被钓在天上 但不是要让他学游泳 而是要钓到一只大家伙 黄牛开始不断地跑水 可一钓就钓到晚上 突然雷达上显示已经上钩了 他们将牛哥再次放到水下 只见他的身后有一只大家伙出现 岸上的佛波勒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 居然是一只十米长的淡水了 他直接迎面扑来 猎手立刻上一发麻醉剂 此时的飞机却不停地晃动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直升机直接摔进水里 而上面的驾驶员居然消失 岸上的狙击手一脸蒙圈 见到强哥没事 他们瞬间松了口气 可是鳄鱼再次窜出 又把他送到水底 就在强哥以为安全时 没想到鳄鱼直接来到岸上 对着河边的人穷打猛追 车子却不小心撞到木桩 一下中途停下来 这时鳄鱼开始朝着地上的小美 发起攻击 眼看就要追上来 好在背后的队友 在不停地做掩护 他直接旁观一扫 把小美甩到河里 岸上的佛波勒不停地对他放枪 鳄鱼的小脾气一下就上来 回头就对着落单的女人 发起攻击 小美在拼命地游 鳄鱼在背后使劲追 眼看就要追来 他趁机潜到水底下 而鳄鱼也在背后不停地跟着 小美试图用掩体躲过他的攻击 可是自己的脚被木棍卡住 他想往上游 却根本无法摆脱 鳄鱼趁机迎面追来 闭口咬在木桩上 眼看就要领盒饭 好在小美松开了脚 接着开始不停地往上游 并找到岸上的队友 可就在这时 鳄鱼再次向他顶来 而他的身体 一下被卡在直升机里 无法钻出来 岸上的队友急忙搭把手 把两人送上岸 而卡在飞机里的鳄鱼 开始不断挣扎 佛波勒刚想射杀 没想到鳄鱼开始不停翻滚 接着无力地躺在原地 可就在这时 水里又窜出一只鳄鱼 男人直接开枪 把他送去西北 接着将另一只五花大绑起来 而这些鳄鱼从何而来 原来是小姐姐圈养的宠物 并将它养大成人 当几人以为 这事已经结束时 老太太又开始养起了鳄鱼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